HELLO,我是HELLO,今天来介绍《古惑仔M》 《古惑仔M》是由《古惑仔Online电脑游戏20周年的纪念作品》 是和平出版社售款首权古惑仔系列 怀旧MMORPG手机游戏 而游戏也特别请到了东兴、骆驼、陈慧敏担任游戏代言人 以《古惑仔》系列作为背景 真实还原了香港、台湾、澳门等街景风貌 让玩家再次重温友情岁月、热血燃烧的《古惑仔魅力》 一开始只有男生、女生可以选择 并没有任何职业区分 而这次的玩法采用MMORPG类型 游戏的画面感觉起来有一点点的小 在玩法上面就比较普通了 就是一般的RPG玩法 而在后期就开启了变身系统 当累积能量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变身之后人物也会变成超级大支的 也会拿着他那支... 大砍刀砍来砍去啊 外形感觉起来超像陈浩南的 而达到30级之后也会开启机车系统 就可以骑着机车嚣张的走来走去啦 而游戏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游戏中有出版社的整版授权 所以角色人物是可以用漫画去演绎的 另外再搭配正宗的鱷语配音 真的是很有《古惑仔》的味道 而目前游戏确定会在6月底左右上市 那让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 好了我们要开始 我们今天玩这款游戏叫做《古惑仔》 那它是由《古惑仔》online的电脑版本的 20周年的作品 那它是由和平出版社所授权的 所以它有一些人物呢 会是有一点点变向现实的人物 那预计应该会在可能6月底的时候上市啦 那游戏有玩法我还不知道 我们就来试试看吧 那我的名字就叫做怪玩浩呆 不是怪玩浩南 我们来试试看 旁边有一个人叫伯奇 等一下那个人也太好笑 而且它的配音是不是有广东话 来我们继续看 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那它不是说它是一个MMORPG类型吗 因为它说大部分的卡牌游戏 不是大部分的那个《古惑仔》游戏都是卡牌 那它这次是特别做成MMORPG系列的类型 好难喔 啊怎么讲完话就不打了 现在开打了吗 啊开打了开打了 有了有了 呵呵呵 再来打一下 等一下啦 画面有点乱啦 其实很像小时候我玩过一款游戏叫做RUN 它是学员风格 但是也是有一种 古惑仔系列的感觉 RUN Online 不知道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那真的非常久以前了 10集就开主线剧情 蕉皮 蕉皮 蕉皮是谁啦 装备 哦他哦 嘿嘿嘿嘿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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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技能了 我刚才有技能了 呵呵呵 等一下 我不觉得游戏没有好 但也不觉得游戏差 因为太复古了 而且他有很多的 立体的一些 像这3G就是真的很3G 而且是用画风出来了 而且他因为他是那个出版社吗 说了 授权的 所以他就可以画得很像他 应该是这样子吧 欸大田二为什么长这样子不对吧 大田二不是长这样子啊 浩呆也不是啊 不不不 我是浩男 psi 哦 好好笑 这个是什么 那个什么上昆吗 还是什么昆的 有一個人叫叫小赫 我現在玩了那麼久才 九級 嘿嘿嘿 好像喔 如果有在那個年代的話 就大概知道會覺得說他們在幹嘛 因為太像了 但為什麼一直回溯啊 我的網路也沒有不好 我們開了 開啟情人系統 啊 情人系統可以幹嘛 好荒謬喔 我的情人到底在幹嘛 在旁邊 就在旁邊嗎 好荒謬喔 好了 我認為遊戲可能不會太好玩 但是我覺得 呃 可能會來試試看啊 可能會來試試看 大老B 欸等一下 他 長的不是這樣子啊 可能沒有他那個 臉部授權 所以就不用了 啊 我的隊友在幹嘛 我的隊友竟然在後面滑滑板 技能 技能 嗚喔 我們要30級才能開啟那個 其實可以掛機就好啦 喔 因為打得差不多了 因為打得差不多了 喝酒的賓果啊 喝酒的賓果啊 為什麼男生都沒有 我們就我們都沒有對話 就只能 太有對話 我覺得有點頓頓的 不知道是網路的關係 這麼早就要充值了喔 好 我感受到有一點無聊了 欸我換衣服了欸 我進入副本了嗎 變身可以變什麼 變身什麼 等一下變身什麼 他為什麼有這種配音 哈哈 滿好笑的 台老文化 呵呵呵 再變身一下吧 變成浩南嗎 真的變成浩南了 旋風浩南 聶峰 爬暈張 喔好荒謬 我想要騎機車啦 誰叫鮮亮板啊 他剛剛那個講話好廢喔 我們有沒有死啊 怎麼會怎麼給他 奇怪他不是流氓嗎 流氓應該很兇啊 博奇又在前面了 太多的人都重複了啦 擊敗他的副手 好像沒有怒氣了 沒有辦法變身了啦 叫鮮亮板趕快來幫我啦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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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首歌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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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很像 我是陳皓南下面的小弟嗎? 好荒謬